马上练习二 这个两个体积皆为V的气势 所以换句话说V是可以用的 用的体积可以忽略的细管连通 然后呢 这个原本里面都有一个ATM 27度C的汇气 所以我写一下 这个是before 然后呢 它是27度C 然后呢 这个一个ATM 这一个右边 这个也是27度C 一个ATM 那这个压力温度都有了 那体积就是V 好 那after的这个 其中一个是 就把它加热到 这个127度C 那这个是400K 好 加热到400K 那另外一个呢 你把它减到负气3 这个是200K 体积还是都是VV嘛 对不对 然后他要问你气势中 汇气的最终压力 好 那我们把这个最终压力 我们就叫做PFINAL 好不好 那我这个FINAL 我就写F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FINAL 这个是PFINAL 好 所以BIFOR 我们有这样子条件 那这个图里面就是AFTER AFTER就是 所以这个题目就是说 一开始 然后我们的温压都 我把它切开 一开始呢 我们的温压都一样 然后体积也一样 那所以墨尔数当然也会一样 所以我们的粒子数 假设一开始叫做N 一开始叫做N 27度C嘛 EATM嘛 那体积都是V嘛 那压力温度体积都一样 那所以粒子数在一开始的时候 before的时候都是N 然后AFTER的之后呢 这个粒子数 我就把它叫做N1了 那个这个粒子数叫做N2 我们来判断一下 你看哦 这个左势你把它升稳 到400K 然后右势你把它降稳 降稳到200K 那结果当然是什么 可是压力是一样的 你可以想象就是 如果这里直接快速升到400K的话 左边的压力应该会略大于右边 所以左边的粒子就会往右边跑 跑到什么时候 跑到左边的压力跟右边的压力都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是左边 我可以推论左边的这个粒子数 最后一定比右边还要来的更少 为什么因为你加温到400K 会有会一开始会压力比较大一点 压力稍微大一点 左边的压力大一点 就会把粒子往右边丢 丢到平衡为止 那最后呢 他就保持两边有一个 压力会相等 但是有一个温差 所以这个左四跟右四是保持有一个温差的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 那老师保持温差 为什么他不会平衡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题目 他缺了一个叙述 他缺了一个叙述 就是说这里应该要讲说这里有一个绝热币 绝热的墙壁 然后仅能做什么东西 这中间这个通道仅能交换 粒子 我觉得他还是缺了这句话 如果他没有这句话 我觉得这个题目就怪怪的 那我们现在加了这句话之后 我们加了这个绝热币 然后中间这个通道只能交换粒子 所以我可以控制 左边永远是400K 右边永远是200K 所以这左右两边会有一个温差 而且最后呢 已经太温的是最终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已经平衡了 那两边不会有压力差 因为如果有压力差的话 左边照样温度高压力比较大 那就会把粒子往右边喷 所以照理讲 最后平衡的时候不会有压力差 好 那这就是我们题目的这个叙述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题跟粒子最大差别就在于说 粒子二呢 不会粒子二是混合气体 那混合气体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总能是守恒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一题 这题没有before跟after 没有总能守恒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有外界 去使得左边保持400K 然后我一直有外界 去让右边保持200K 然后使得左右两边有个温差 所以你不能说before跟after 他们力悬 不是力悬 总动能守恒 并没有这回事 你没有办法 那我们在做气体混合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动能守恒的话 那我们似乎也没有别的招数 可能就要用另外一个招数了 粒子数守恒 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理解的 因为这个完全是封闭的系统 所以粒子数是跑不出去的 所以我们呢 可以用粒子数守恒来做这一题 那我们就试试看 因为没有办法用 动能守恒吧 那我们也只有粒子数守恒可以算了 好 那我们现在算算看 首先这个先算before的 before的状态呢 你可以说PV等于NRT P是一ATM我就用P0 然后V呢 是 一个V等于N 一个气势呢 里面的粒子数是N KT KT T他说一开始都是27度C 那就是300K 好 所以我可以快速的求出来 这个N是多少 N是300K分之P0V 这个就是一开始的粒子数 哦不对 一开始的粒子数是2N 2N 2N 好 那我们来算一下 那这个after是多少 我等一下 等一下再写这两个N好了 好 我们现在写after 好 after after要分左边跟右边 那after的左边我们来写一下 PF 左边还是V 等于今天是N1 N1例子数 N1小圆图 N1KT 好 可以快速的写出N1等于多少 N1等于400K分之 N1 PF PF V 同理 PF V 这是右四 这是左四 这是右四 好 他会等于N2K 乘以300 300吗 不是哦 是200 300就跟原本一样 是200 好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N2等于200K分之PF V 好 然后before跟after我们来写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例子数手痕 那所以是我们也没别招了 你不能用动能手痕就是用例子数手痕 所以before是2N 因为两间嘛 一间N嘛 那后来是N1加N2 那我们就可以列试了 2N N是P0V 除 300K 好 然后这边是 400K分之 PFinalV 这边是200K分之PFinalV 然后我们来快速的把这些多余的消掉 好 那我们来最后来给他算一下 这边是三分之二P0等于 这边是四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所以是四分之三PFinal 那我们最后就把PFinal给求出来 PFinal就是三分之二乘三分之四P0 所以等于九分之八P0 而P0我们设定是一个ATM 所以这题答案是九分之八ATM 我们使用的是例子数 刚刚我要写两个字 手痕 好 那这个就是跟范例作为一个类比 我们就两个手痕 可以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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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